核心CPI持续走高 美元指数止步不前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GoMarkets热点话题解析 我是Rick 上一周我们预测了CPI以及核心CPI的走势 果不其然 CPI下降的幅度不及预期 预期值是8.1% 公布值是8.2% 前值是8.3% 照这个节奏 下次CPI怕是要结束下降 开始上升了 核心CPI和我们预期的一样 出现了超过预期值6.5%的上升 公布值为6.6% 从图表上看 依旧维持一个上升的趋势 那么最新的数据表明 食品指数上涨为0.8% 与8月份的涨幅相同 能源指数 继8月的下跌5%之后 与9月下跌了2.1% 汽油指数 继8月下跌了10.6%之后 9月份是下跌了4.9% 扣除了食品和能源的所有项目指数 也就是核心CPI 较上个月相比上涨了0.6% 涨幅与上个月相同 并且从表中可以看出 核心CPI自从2022年3月份开始 就一直在上涨 这一份最新的通胀数据 证实了我们的担忧 通胀的确在短期之内难以回落 核心通胀的抬头趋势十分明显 那么这样一来 市场对于11月份 美联储加息75个基点的预期 将会更加的坚定 对于美元来说是利好的 那美元指数 在CPI数据公布后 先涨后跌 目前已经来到了近两周以来的一个低点 虽然说美元出现了一定的回调 但是技术面上来看 也还在支撑位的附近 那么结合宏观持续看多美元的看法 依旧可以尝试逢低做多美元 那这一波回撤 也给了我们一个进场的机会 我们再来看一下美日 美元的回落 但是美元对日元 却依旧维持在高位 并且有准备冲击150新高的一个节奏 此时 澳美 傍美 欧美 距离前期低点 却有超过100点的上涨 就连纽元对美元 都以美元的回落 上涨了130多个点 那日元 坐实了地中之地的称号 结合我们之前的思路 其他国家利率决议公布的时候 尤其是市场预计 有大幅加息的国家 都可以考虑做多相应的货币对 兑美元 兑日元 直刻谨记 控制仓位 那坐单前呢 我们要制定好自己的交易计划 并且严格执行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不要忘记为我们点赞 评论以及转发 我是Rick 我们下期再见 GoMarket 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